第四题 领域将xy两种金属制成电池 此电池放电时的电子流动方向如图所示 请问还原反应发生的电极是在金属x还是金属y上 并且xy两种金属的活性大小为何 我们晓得减流计的偏向是偏向正极的方向 所以呢这边是正极这边是负极 所以表示金属x呢就是负极 金属y呢就是正极 那我们又晓得我们这里会负极表示它呢是失去电子 也就是它会发生所谓的氧化反应 那么既然金属x发生了氧化反应 那么金属y这里发生的就是所谓的还原反应 那么我们的金属x比较容易会失去电子 就表示它的活性呢是比较大 所以它会从金属呢会变成金属离子 那么y的活性会比较小 所以会从金属离子呢生成金属 于是我们就晓得活性呢是金属x大于金属y 而还原反应呢发生在金属y上面 因此第四题问我们说 请问还原反应发生的电极是在金属x还是金属y上 并且xy两种金属的活性大小为何 我们答案选择是珠 还原反应发生在y电极 活性x大于y fiction体極限 squats